这天夜里在湖南衡阳县人民医院送来了一名受伤的男子 虽然经过抢救但他还是不治身亡了 这名受伤的男子是什么人又是谁将他刺伤的呢 一段网吧监控录像让案情真相大白 警方接到报案说有家网吧发生了严重的动物事件 警方立即赶到网吧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当时一群年轻人走进了网吧几番寻找之后 在网吧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要寻找的人 顿时这伙人手拿砍刀棍棒冲了上去 回到动手现场乱成一片 打斗中一名年轻人受伤后倒在了地上 随后被送去一院 因为伤口失血过多不幸身亡 原来死者名叫唐勇今年才17岁 前不久他和朋友在这家网吧上网时 和别人发生了小矛盾 把那个唐勇和唐勇卡伤了之后 唐勇这一方就一直在找这边 当天晚上唐勇再次经过这家网吧 意外的发现了那天和他发生矛盾的人 仇人见面合法眼神 于是唐勇就叫来了17名朋友 想找回面子叫醒一下对方 混乱的砍兜场面也让多数的年轻人失去了理智 双方在网吧的大厅内互相推砍 被打的一方顺势抢了一把砍刀 重重地刺在了唐勇的用力部 让人震惊的是 导致这起命案发生的13名斗殴者 大都是未成年人 目前警方已将8名嫌疑人刑事拘留 另外的4名嫌疑人正在抓捕 为了报复结果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冲动的青春 代价是惨重的